站在台上 侃侃而谈自己吸毒的前半生 他是黄瑞芳 配合法务部无独有我活动 到花莲监狱宣导 这里他曾经入监服刑四年多 如今卸下受刑人身份 成为慈祭职工 这个转折来自14年前的一场祝福 1996年1月3号 花莲禁资金社得慈师傅 与慈祭医院职工 到花莲监狱关怀受刑人 黄瑞芳也在其中 从此逢年过节 禁思禁舍的得慈师傅 与延慧美师姐 都会写卡片给黄瑞芳鼓励他 一张卡片一份祝福 也成为黄瑞芳改过向上的力量 并且在狱中皈依了镇严法师 1996年4月8号 黄瑞芳领到皈依镇法号戒时 2000年9月14号 黄瑞芳成为正式的慈祭职工 这一路上 黄瑞芳感恩慈祭职工的陪伴 让他不走回头路 得以影响心声 如今他成为反毒见证 到校园和监狱宣导吸毒恶果 没想到 受到一封来自澎湖顶湾监狱的信 原来儿时玩伴如今入肩服刑 看到黄瑞芳的转变而来信询问 欣赏 欣赏玩逆子这片影片后 其内容是教人 最感动 最感动 又敬佩 同时也引来热泪的回响 年少吸毒的瘦弱身影 如今换上了灿烂的笑容 更成为劝人向上的志工 人生剧本都在自己的意念之间